在昨天,市邻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妈妈嘴咖啡案的凶杀案件 看看谢一涵祖贤他最主要杀害了两个人 哪两个人呢?陈静福跟张翠平 这个案子啊,大家还记忆犹新吧 2月16号,在当天的时候呢 案发点就在妈妈嘴咖啡馆外的这自行车道旁 可是呢,整个案情中你有没有觉得很吊诡 光一个谢一涵这样27岁的弱女子 他可以杀害这陈静福78岁 而且身高有175公分 另外还有包含张翠平呢 可是啊,昨天呢,在这庭讯当中 谢一涵可是语出惊人啊 他怎么每一次开庭,讲的都不一样 昨天呢,是最终的辩论庭 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昨天整个庭讯是非常的重要 他会呢,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 然后使判长在问话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谨慎,在回答每一个问题 他的其实哦,他的思路相当的清楚哦 但是呢,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 但是他当场就惊爆了 他说他跟陈静福是发生过关系的 这一次他首次,第一次承认说他跟陈静福发生关系 前面都没有讲过 这一次突然之间讲了 对,前面他们都只说,诶,我们这些是曖昧 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听到有没有突然吓到 全部人都吓到,而且重点是 我们在停下,旁边都是这些陈静福的家属 像他的妹妹们啊,以及他的弟弟们 还有这个张翠萍的家属全部都傻眼 你怎么会把一个死已经过世的人哦 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给挖出来 而且无凭无据的 这谢一涵呢,他其实完全没有这个依据说 这个我跟陈静福之间是有关系的 可是呢,审判长就问他说啦,那你要来如何证明 这个时候呢,谢一涵他其实说 我知道的是,这个陈静福的手啊,背啊 还有以及大腿,很多地方都有老人班 哎呦,拜托,78岁的人没老人班才怪了 有些人五六十岁就开始有老人班啦 就是这么说啦,所以说当场的这一些家属们 全部都说废话嘛,这个大家都有老人班 你怎么会用老人班来说,证明说你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审判长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接下来他有更劲爆了 他就说,呃,这个陈静福的大腿右侧 膝盖上面的三十公分 有一个被他当初去这个西表岛被野猪攻击的一个伤痕 嗯,那这个时候呢,家属又说啦 这是你自己捏造的吧 那或者是说呢,这个其实穿短裤都可以看到 你怎么来说 对啊,而且陈静福他之前在西表岛 他可能被野猪攻击之后 他没事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 他也讲这一段也有可能啊 对,有可能是说,我跟你转述说 啊,这个是我当初在西表岛那个时候被攻击的这个东西 也不代表说你们我们两个之间就是真的有暧昧关系了 可是呢,这个谢一涵呢,还是紧咬着 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关系的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住一风啊 这个住一风呢 住性男友 是的,是他的住性男友 他在背后其实一直呢 都是谢一涵这个默默一直付出的一个男友 可是呢,他们之间呢,其实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所以说呢,他要透过这陈静福 因为呢,他在庭上又惊爆了 每一次我们发生关系,陈静福都会包红包给我 所以等于是说,每一次包红包 他都可以把这些钱,似乎呢,是可以给这个住一风 但是这是他不证实的 但是呢,重点是说 当他这个住一风 想要跟他来求婚的时候 怎么办 哇,这个时候陈静福跟我还是有暧昧关系啊 那我要怎么来跟我的这个男友来结婚啊 他当时呢,他为了摆脱这个陈静福 所以他就只好说来用这个计中计来杀害这个陈静福 因为陈静福说 他想要拿回家中的这个经济大权 所以说呢,他跟这个谢一涵来讨论说 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张翠平给这个 哦,他这等于也是一种刻意的导向 让法官认为说是陈静福唆使他去杀了张翠平嘛 是的,没有错 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当时就问他说啦 这个,你杀这个陈静福有理 因为你想要摆脱他嘛 可是你杀张翠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 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啦 谢一涵当庭就说 因为哦,我跟这个张翠平讲了一五一十 他一直都把我跟陈静福之间的暧昧关系都跟你说了 他全部坦诚 可是你张翠平竟然不闻不问 这时候法官也觉得莫名其妙耶 我今天原配不闻不问 对你来说 原配不会生气 对,但是重点是 我原配不闻不问对你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没有告你通奸罪都已经不错了 你因为这样他不闻不问 你就要来杀他 这个理由是没有办法解释得通的 而且张翠平这个人做事都是一板一眼的 他绝对不可能容忍陈静福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 所以家属就指控啦 说这个谢一涵你根本就是在狡辩嘛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说因为你不晓得要讲什么 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打背金牌 他哽咽了 他的手拿着这个麦克风就开始颤抖 他说,审判长 你实在是不懂我的心情 他说,我宁愿他理我 我宁愿他来告我 我也不要他不闻不问 但这个也很难解释 家属也很难接受说 你用这样的公词来说 你要来杀害这个张翠平 这也是很难解释过去的 所以说呢 其实哦 当庭因为这个谢一涵 他其实是非常的诡辩 而且呢 非常的在一心说 能够不要判处死刑 他希望能够求除无期徒刑 那因为呢 如果判无期徒刑 其实假释很快就会出来了 25年就出来了吧 是的,没有错 甚至呢 比25年还要轻动 哇,这么早 所以他可能跟律师有讨论过这部分 但是呢,检察官他看不下去了 他就当庭呢 是引用了我们日剧的这个Hero 里面有写说 这个慕春拓哉 他是演一个检察官 他就说啦 这个死者呢 就也是代表了陈静福 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庭上为自己辩驳了 所以说呢 他也代表说陈静福 谢一涵指控了这陈静福的一切事物 陈静福已经没有办法 再去证明些什么 或是说再去反驳些什么 所以说呢,这一切都是需要检察官在庭上为这个死者来辩驳 所以说这个检察官呢 他希望说法官能够求处死刑 看看 10月29号呢 就要做最后的宣判了 法官自有所定夺 可是最近呢 炒得沸沸扬扬的胖达人面包店 这个面包店 你只觉得只是一个天然香料的问题吗 其实背后的那个问题更严重更大哦 最重要就是股票 因为股票来来去去都是好几亿呢 休息一下就来告诉你